副理乡公所和副理乡农会从去年底就可以看到这两大工部门共同合作举办活动 这次农会农民节也和公所合作 乡长江东城和总干事张树华表示说 今年财政开始 未来几个月大型活动也会共同举办带领副理乡迈向更好 副理乡公所与副理乡农会从去年底就可以看到两大工部门共同合作办理活动 这次农会的农民节也与乡公所合作 乡长江东城与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今年才刚刚开始 未来几个月大型活动也会跟公所共同办理来带领副理乡迈向更好 明年的农民节啊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前面这边都是黄花枫林木 后面这一盘一直到九岸七 都是种了将近100棵的黄花枫林木 以后明年开始从这边去观察 还有这个土皮啊 这个围里啊 整个都是黄花枫林木 我想在两年三年之内的话 整个黄花枫林木的一个产生啊 一个漂亮的景点啊 会让我们前台湾的所有的游客啊 来这边跟我们打海 给我们这边来欣赏 还有最感动的就是 我们在今年我们跟公所合作的很多的活动 都是人潮放满 然后都是迎合非常多的掌声 所以副理农会厂开大门会跟公所一起团结 努力一起合作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农民 能够来发展我们农业的六级产业 代理厢长江东成说 农民默默的耕耘带动地方产业 不论公司部门大家共同协助和协商 为农民增加更多的收益和推广 这才是最重要 地方要和谐 要观光 人潮进入 百姓农民有钱赚 记者高收双副理商采访报道